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来 吃饭 好久没吃家里的饭菜了 好久没吃家里的饭菜了 我 我的意思是说 我好久没有吃我娘做的饭菜了 我也很久没有给家里人做饭吃了 以前我都是做饭给父亲吃 你父亲啊 你说过你是孤儿 我是孤儿 抛弃我是他们的损失 我活得很开心 而且你看 我在河门连命都差点没了 按理说我应该恨你 结果呢 我们还能坐在一起 开心地吃饭聊天 这事你就念叨不完了是吧 对啊 我这个人就是小赌济厂 我要念叨 一辈子 他们在说什么啊 走过来自听 把你演唱一样 就给你演唱一样 你演唱一样 我不善待客 有劳你 主持后面的大局 兄长是着急 去看那位新娘吗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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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说没有 我还以为是个传门呢 没想到 自己都挑门了 兄长还不知道吧 眼下全京城 都在讨论兄长金屋藏交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想知道 兄长珍藏的这位美人 到底是谁呢 不如 就趁今日公之于众 也算是解了母亲的一桩心事 如何 是个儿子啊 今日这么重要的场合 那位姑娘 应该在兄长身侧才是啊 颜冬驾 是我兄长的 好友 那自然也知道这位新娘吧 是个儿子啊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可否透露一二 我怎么觉得 郡王跟郡主的兄妹关系 有点不太好啊 你胡说些什么 是我在胡说吗 我怎么觉得 是郡主在胡说呢 是非还没有分辨 就出口传谣 郡王的名声受损不说 让百姓听了去 还以为郡主 是什么爱嚼舌根的香野村妇呢 你好大的胆子 你 《莲山意》 是那本 已经失传的古籍 嗯 是新白让我转交的 他听说你早就在寻找这本书 他一边给我使绊子 一边又送礼 简直是虚伪至极 索罗 今天是突发情况 你兄长的 你也看到了 在母亲和外祖父的眼里 她江心白永远都比我重要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兄长去比较呢 因为世人都会比较 世人总拿您和西总部比 父亲您知道吗 外人总是说 您娶了枣子攀龙附凤 还笑我是庶处之女 说我身份低位 你 当年西总部流亡亚洲 你外祖父 要为你母亲另责夫婿 依此来证明 江氏一族 已于西总部 我和你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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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对我们妇女信无芥蒂吗 她从崖州回来这么多年 任我百般讨好 她从未拿正眼看过我 外祖父看似疼爱我超过江星白 其实不过就是拿我当陪练罢了 就是用我来激励她 还有母亲 我每向前一步 母亲都要加以劝阻 不就是怕我抢了江星白的风头吗 Tak得很悠奇 我要真皱口气 苏罗 你有点儿太骗机了 那这么说 你的那个小哥哥 他也会变身 也许吧 也许他就是这个世上 我唯一的同类了 如果是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虽然你不能控制自己变身 但或许他可以 什么意思 你想想看 你来京城这么久 却一直没有找到他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他在利用变身 故意躲着你 他为什么要逃避我呀 他又不知道我在找他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啊 你都一直在找他 他为什么不来找你呢 你怎么知道他没找呢 也许他一直在找我呢 也许他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呢 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 人都是会变的 况且你们俩 都已经这么多年没见了 或许早就不是 同一条船上的人 你真的不应该 仅凭这一段回忆去判断一个人 更不应该 对一个这么多年没有见的人 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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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我不想跟你说了 好 我承认 我脸盲 好 正因为我看不清人的脸 所以才要靠防备和猜疑 来分辨人的心 只有这样 才可以保护自己 刚刚你说 你会觉得孤单 我太了解这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所以 我也想保护你 停 我的腓备和猜疑 不是针对你 而是针对那些 可能会伤害到你的人 你明白吗 我累了 你回去吧 我不想跟你说了 俊王 这声音不太熟悉 但他叫我郡王 而不是江总部 那便不是朝廷同僚 那会是谁 在何处有过一面之缘 莫非郡王没认出婉生 婉生 他是书生反门 是哪位大人的门生吗 郡王果然是贵人世帽 不记得婉生了 民女 花享荣 颜南兴 今日第一次得见郎君 不知该如何称呼啊 婉生 颜碧青 原来是颜农家 婉生一回京城 颜农家的名会也如雷贯儿 今日得见 果然云响一场 花享荣 过奖 过奖 原来颜公子已经回京了 郡王还记得婉生 方才以为郡王将婉生 彻底遗忘了 怎么会呢 在弥罗国时 颜公子对舍妹梭罗 多有照顾 听说颜公子去汉林寺就职了 是 汉林寺刚开学 繁杂事物太多 今日奉家父之命 特来向王女殿下请安 我还记得你 我认为你 你认为我认为你 他在互生 他就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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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你 他就想要 你认为你 一人 我陪你去吧 你说什么 你要陪我如厕 我不是那个意思 姑娘你误会了 我就是怕你找不着 着急嘛 我不着急 请你出去 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走啊 你不是来吃席的吗 吃完席难道不应该走吗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要是赶我走的话 我确实没有办法 如果你在这里 要赶我走的话呢 恐怕好像不太成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走 就行 我就是个帮厨的 等会儿还要帮忙收拾呢 所以真没办法走 你 怎么生气了 我 我没拿到赏钱 当然生气了 那 拿来 我先 那 这个给你 这不是我 又是花 朱姑娘 人发真祥玉 天开富贵花 若芊 茶叶拿下来了吗 来了 来 你拿好 我先告辞了啊 对了 毛色在衣了 你别忘了 你 不要生气 要多像 再见